大家好 我是Steven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是如何進行DDD的實作 那今天主要我們會分幾個方向來看一下這個議題 第一個是在DDD裡面有分所謂的戰隊設計 以及戰術設計這部分 所以我們會稍微看一下這一塊 然後再來是在我們實作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常常會遇到一些架構上面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會來看一下相關的一些架構的風格 那再來是有些我們在處理實作面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一些常見的一些問題 這邊我們也會拉出來做討論 那最後一個是當我們今天有一個舊的系統 那開始要往DDD或者是微服務去做發展的時候 那我們可能要有了一些存在的方式 那我們主要會面對這幾個來做討論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是一個Google Trends的一個搜尋 藍色的部分是那個DDD這個keyboard 那紅色的是Micro Service這個keyboard 那其實在1967年的時候是 OOP就是物件導向出來的時候 大概六七年的時候 然後再來就到82年的時候 就OOAD就是針對物件導向進行做分析 設計這一塊 大約是2000年的時候吧 坊間應該還是衝刺著跟OOP OOAD有關的一些書籍 03年的時候 然後Eric這一個人提出了DDD這個東西 那出了一本書 那這個時間點呢 其實DDD就跟一個天書是一樣 就是大家看得懂 就是可以看得懂 他在寫什麼 但是不知道怎麼做 完全都做不出來 那到了05年的時候 那時候應該是在做所謂的網格計算這一塊吧 所以那時候也有Micro Service 這樣的一個架構出現了 在這個時間點 只是那時候還很少人在用 到了13年的時候 就出了一本 另外一本書 叫做implementingDDD這一本書 那這一本書出來之後呢 就終於開始 讓大家稍微有一些 機會或者是方向 去把DDD把它始作出來 那你也可以搭配著這個trance去看 你會發現說 其實剛好也在14年左右吧 為服務這個東西啊 剛好也才開始熱門起來 你會看到它紅色線開始往上爬 但是你看DDD那條藍色線 基本上只有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在討論 但是後來其實就下降了 但是其實發現 你可以發現的是 藍色線其實在微服務的時候 其實一直有一定的水準在 那你可以看一下中間那一塊 是地區的分佈 其實在現在整個世界上來說的話 微服務已經算是很多一個趨勢了 大家開始慢慢往這邊靠近 那大家在往這邊靠近的時候 就會去想 我應該要怎麼去做微服務這件事情 那DDD就很順其 自然就被討論進來了 你會去看到的是 可能這上面不是很清楚 其中最大部分的是 中國這一刻的地方 大陸這邊基本上 微服務落地的還滿多的 那相關的討論度也很高 相比其他地方來說 那再來另外一個可能就是像 可能日本或者台灣 剛好是在這幾年這個時間點 那大陸為什麼會這麼這麼夯 原因是因為 他們現在在做一些什麼 服務化的東西 或者是中台方面的東西 都是跟電商大流量這些有關 所以他們就往這邊去發展 這是一個趨勢的變化 那不是說我們想要做DDD 就去做DDD 或者說我們想要做服務化 就做服務化 那其實我們還是要先看一下說 為什麼我們今天系統 會有一個改變 那大部分的改變呢 其實你可以先歸類成這三類 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變化點 那第一類就是跟Io有關的 我們知道說 可能今天我要走一個 Rest for服務 給Web去做使用 我今天可能 我今天的使用的操作 可能是從瀏覽器變成了手機 甚至是我可能今天要做聊天室 所以我要開一個Socket 就像剛剛Josh Long說的一樣 可能我要開一個Socket出來 這些Io上面的變化 對工程師來說 其實它就是一種需求面上的變化 會影響到你的層次的變化 甚至會影響到你架構上面的一些處理 包含了我今天我要把裡面的資料 Output出來 可能是Excel 可能是CSV 這一類的東西的處理 都跟Io有關 再來另外一個是 公司自己的市場需求面的變化 我今天我有一個電商的活動 那我可能會有新的玩法出現 所以我必須在我系統裡面 滿足這個玩法 所以我必須要做這些邏輯進來 所以是這兩塊 另外一塊是可能技術人員自己上網 或者是看到了一些書 然後你就看到一些新的技術 或者一些新的名詞 那開始自己做一些site project 然後自己去實驗 那做一做你可能就會想要說 我是不是可以用在我目前的系統上面 看看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 像是維護性啊 或者控制性等等的 所以會有一些技術上面的一些自我挑戰 那在這邊呢 其實要跟大家說的事情是 不管今天要做DDD還是做微服務 那其實在系統上面來看的話 我們其實在可能小的時候 會聽過一個故事 就是一個三隻小熊的故事 裡面描述的是有一個金髮的小姑娘 然後她就跑去了一個房子裡面 那那間房子呢 就是那三隻熊住的地方 那裡面有分大隻的熊 中隻的熊跟小隻的熊 那她就每一張床都睡一下 覺得大的太大 小的太小 喝過所有的湯 覺得有的太熱 有的太冷 所以在這裡面呢 跟我們在設計軟體差不多 其實就是要找到一個 所謂的剛剛好 一個平衡點 那在這一次的議程裡面 DDD其實可以很容易的 幫我們找到所謂的 剛剛好的這件事情 在DDD裡面 我們會分成這兩塊 一塊是戰略設計的部分 另外一塊是戰術設計的部分 戰略設計的部分 會包含了三大塊 第一個是領域 Domain的部分 再來是直領域 然後再來是我們會決定出 所謂的 Bunded Context 這一部分 就是所謂的 邊界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 決定好了之後 其實也間接的 就決定好了 你今天如果我想要 往回服務化 去做發展的時候 你的服務 所代表的邊界 會在哪裡 那另外一塊是指的是 戰術設計的部分 就是我今天我要怎麼 把我今天分析出來的內容 寫成我的程式碼 甚至是我把我的這些程式碼 去做它的結構化處理 包含了像是 我怎麼決定這些 entity 包含了我怎麼決定 所謂的我的 aggregate route 也包含了說 我今天這些內容裡面 在產生的過程中 它自己的生命周期的factory 甚至是我服務跟服務之間 所需要的一些服務的service 甚至是我今天要服務跟服務之間 我如果去處理它的結偶 所以我們會有所謂的 domain effect 在這整個過程裡面呢 你會發現到的事情是 我要怎麼開始進行 DTT這件事情 甚至是我要怎麼針對 我今天這個服務所要的邊界 開始做一些的分析跟設計 那這邊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通常會把整個需求 我先做成一個所謂的 User Story Mapping 就是使用者需求的一個故事 那在這裡面 我把這個需求列出來以後 根據使用者他想要的 不同的需求的階段 開始做拆分 把裡面的每一個故事 變成一個一個的use case 這時候你就開始知道說 今天我每一個可能是角色 可能是每一個事情 它的生命周期是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說 有些事情它可能只是一個通知 那它的生命周期其實很短 有些事情它可能從頭會發生到 尾巴的部分 就像假設今天我們去一間餐廳吃飯好了 從你坐下來開始 其實訂單就發生了 訂單發生到你離開商廳 做結帳的時候 這時候這整個訂單的周期才會結束 但是中間會有幾個通知的一點 像是我下單了 我要通知我的廚房去做餐點 那這時候只是一個通知出去 那這它的生命周期就還滿亂的 所以當我們做完這個User Story Mapping之後呢 我們再來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 做Impact Mapping 把這個Impact Mapping做出來之後 我們會知道的事情是 今天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會影響到哪些事情 或者是這個角色它想要的事情 會影響到哪些人 做完這個時候你就會知道說 我今天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可能會影響到的系統或者是事件 那再來是我們可以透過所謂的Effects Doming 就是事件風暴 找出所謂的Bundity Context Aggregate Root 還有一些Effects 還有一些Command 在這裡面呢 做完這三個以後 你有時候可能還會發現說 我的角色定義可能還是不是那麼的清楚 那我可以再透過所謂的四色圓形圖 就是左下角那張圖 把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事情 用顏色區分出來 那反覆做這幾個動作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系統邊界 應該它的輪廓就清楚出來了 那再來是它應該所做的範圍還有功能 你應該就會確定了 在這裡面呢 其實DDD會告訴我們的事情是 你分析完之後 就會從像左上角 需求進來之後 透過可能像是Product Owner 可能透過像是RD 可能透過你的一些市場的一些 商業的那些人員 大家一起把所謂的語言做統一化 這邊統一化的目的是為了在之後 我們的領域裡面 就是Context的部分 可以標準化一些相關的一些詞彙 那針對你都會透過你 針對你的行業的認知的行為 你會開始定義說 我的不同的領域裡面的一些Context 就是邊界的部分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找出所謂的核心域 就是Core的部分 再來是支撐域 Support的部分 再來是通用域 General的部分 那這邊這三個呢 各自有各自不同要處理的事情 核心域的部分呢 主要處理的是跟主要核心業務相關的一些事情 Domain的部分 支撐的部分是 我這個Core在處理的過程中 我可能需要有一些人來做一些Support 所以在Support的部分會有一個支撐域 通用的部分是指說 我可能像是以Email發送來說 我跟任何事情都沒關係 但是我是要協助他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通用域 在這邊呢你可以發現說 整個履域圈出來以後 就是外面這個最大的這個圈 其實你就可以當作是 你今天要Micro Service 你的服務化 你的這個系統的一個邊界就出現了 你可以再去決定說 我是不要再做細拆的動作 所以在DDD裡面呢 可以幫助我們很快速的 就直接找到說 我今天的服務邊界 範圍應該是落在哪邊 哪邊不應該被考慮進來 那開始要實作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考慮掉幾個 我們先做一個簡單的對比 左邊是傳統的三層式架構 我們會從Presentation這個Layer開始 滿足說今天跟使用者交互的一些內容 像是我今天要呈現什麼內容出去 我應該要提供什麼樣的格式的內容 在這邊做處理 再來是我們會統一把一些邏輯 或者是一些功能放在我們的Service的Layer 然後再來是透過呼叫DAO 產生出entity進行做操作 所以這是傳統三層式的部分 那右邊的部分呢 是以DDD 就是Eric那本書來看的話 你會看到的是一個這樣的一個結構圖 一樣interface的部分不變 指的是跟user交互的部分 中間的部分會變成一個application層 那在這個application裡面呢 其實就可以剛好的去對應到 我們剛剛做的user story mapping的部分 我們可以把一個一個的use case 放在這個application裡面 那透過這些use case 去跟我後面的domain model 去做溝通 來完成我今天這個use case 那再來是我可能會有一些外部系統 甚至像是資料庫這一類的 那或者是一些你的技術框架 像是你今天想要用Spring Framework 還是說你想要用其他的 Framework 之類的 那你可以把它封裝在你的infrastructure裡面 那domain裡面呢 會去需要用到一些資料啊 或者是一些外部的來源 那透過在這裡面提供的一個reposter interface 由infrastructure這一層去做implement的動作 這時候我的domain model這一層 我也可以拿到相關的一些資料 這是兩個不同的一些分層的結構 那在最近你可能會看到一些書 最近比較紅的是Clean Architecture這一本書 那在Clean Architecture之前呢 你可能還會看到那種像是洋蔥架構 就是Onion這一個 還有六角架構這一塊 那其實大家的策略跟原理是差不多的 主要就是把最核心的部分 就是最內圈那一塊 就是domain的部分放在這裡面 那逐漸往外擴 那也就是說越Io的部分 就放在越外層的部分 主要的目的是要把跟 domain邏輯無關的 Io處理的邏輯隔離開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做到說 今天我在處理Io的變化的時候 不會影響到我domain上面的一個變化 這是最主要的一個核心的理念 那如果我們今天把DDD分析完的結果 以剛剛的結構來看 分成完之後 如果我要把它實做出來 那如果假設我今天放在的是一個單體的 裡面的話可能結構就會像這個樣子 interface的部分 一樣還是處理User交互的部分 Application程裡面我們可以再細拆 有command的部分 專門處理命令的部分 就是use interface傳進來這些命令 再來是可以給interface一些result的部分 那再來是你會提供一個application的service 這個service裡面呢 就是處理你剛剛那些use case的內容 再來是透過application service 去呼叫你的domain這一層 domain這一層呢 主要是暴露你的domain service這個 給application之後使用 再來是domain service裡面呢 你會提供兩個最主要的東西 一個是factory 管理你這裡面的domain model的一些生命週期 再來另外一個是提供你的repository interface給下面這個infrastructure 去做implement的動作 那infrastructure裡面呢 你就可以封裝一些其他的東西 像是我今天的我的database 我可能要用的是ORM 還是說我今天想要換不同的database 或者是說我今天我想要走的是event driven 所以我可以封裝我的message這一部分 甚至是我的資料來源可能是從cash來 所以你可以封裝cash這一部分 所以你今天就會有一個統一的操作界面 從這個infrastructure出來 這是在單體裡面的時候 你可以做這樣的一個設計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把單體 再拆成microservice 因為我們知道microservice 就是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service 去做一些交互嘛 那一個結構可能就會像這個樣子 或可能ABC就互相在溝通 那這時候我們也可以做另外一種採訪 我可以把原本我現在看到這個單體的模型 把它變成service化 那我可以再拆成 建立一個統一的API gateway 定義說我今天context的邊界的進入點 是在從這邊開始 從這邊進去就是我的context開始的地方 再來是我可以把我的application這一層 獨立出來變成一個服務 所以你會看到有一個application server 這裡面就只處理application service 這一層的內容 再來是domain server這一部分 你也可以把它拆出來 所以這就是一個 如果對於同一個領域範圍裡面 你如果要把它拆成細化一些微服務的內容 你就可以這樣子去做拆分 再來是我們看看一些常見的一些問題 像是第一個是邊界 大家最常討論到的就是邊界的問題 很多人都會問說 今天我的微服務到底要切得多大顆 然後或者是說我今天微服務的數量 到底要有多少 那其實這邊可以跟大家說的事情是 不管透過什麼方法去做分析 其實都和DDD沒有一個絕對的關係 那你今天服務到底要多大多小 要靠的是這三件事情 第一個是內具性 今天我這個服務它服務的範圍 它裡面的功能是不是足夠的內具 也就是說我今天會不會把多個不同的 bundi的context放到同一個服務裡面 通常我們不會建議這樣做 因為這會影響到你這服務裡面的一些內具的能力 我們通常在DDD設計完之後 bundi那個context找到之後 就會歸會為一個為服務的內容 不太會把兩個放進去 那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是把所謂的Domain Context code的context跟我的support的context 我可以拆分開來 這是OK的 但是會根據我的負載情況 像是我的support的地方 可能有比較多的流量進來 那我就可以把它拆分出去 我可以根據我的負載情況去做拆分 這是一個 再來是根據我的服務邊界去判斷說 我今天有哪些東西可能要合併 有哪些東西可能要放在一起 再來是有一些規則 有些人在做微服務化的時候 根據DDD拆完之後 他可能會發現說 我有很多那種類似像代碼設定的東西 那我是不是把每一個都把它服務化出來 這樣子大家都可以去共用它 這樣是不是最好 其實這不一定 如果我們都這樣子做的話 其實你會遇到這邊寫的第二個 你可能會有一些依賴的問題 有時候你會發現說 我今天在改某一個服務裡面的一些邏輯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我改了這個以後 然後我發現好像五個十個服務 都要同時一起跟著改 那這時候就是一個問題點 這時候你就可以考慮說 是不是當初的分析發現了一些 可能沒有分析到位 有一些錯誤的地方 那這時候你應該重新再整理一下 也許這些常常一起合併被修改的服務 你應該把它合併在一起 作為同一個服務 那有時候你會發現說 我可能拆分完之後 有一個A服務去呼叫了一個B服務 B服務去呼叫了C服務 這時候C服務又回來呼叫A服務 形成了一個Cycle 這時候你也要考慮說 是不是這裡面的Context沒有切乾淨 導致說它有這個Cycle的情況 那如果有發生 其實你也可以考慮 是不是要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我們看看開發的部分 在做分析的時候 我們最常會遇到的是說 我今天在分析的過程中 可能我是新手 所以我不知道說 我應該用什麼角度去看 我這個分析的過程 我可能基於我現有的一些觀念 我可能就直接用資料的方法 像我原本的資料庫的設計方式 我就用資料下去看 說應該是這個樣子去做拆分 也有可能是我看著現在的一些UI的部分 我覺得說可能UI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應該跟著每個UI不同的地方去做拆分 那這邊其實都不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那這邊會建議的是 應該要跳脫出你現在既有的一些觀點 像是你應該跳脫出你現在的組織架構 你可能要跳脫出你現在的一些資料庫的設計模型 原因是因為今天你的資料庫設計的時候 很有可能是因為也有一些歷史的包袱 所以它可能裡面已經把一些不同領域的東西 已經揉在一起了 那這時候對於你來說 你如果把它用原本的方法去做設計的話 那你可能會造成說你今天這個Service 裡面可能會拆不乾淨 所以建議還是要透透出來 從使用者的需求的角度下去 做領域的分析的事情 再來是可能會在這開發過程中 產生出一些像是GAD API 或者是程式的 或者是建立一些程式的規範 那在這邊有一個程式的規範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今天我們可能會針對每一個Service 去建立一個可能是像是Git的Repository 去做管理這個Service裡面的一些程式的內容 那這時候你可以去建立裡面不同的一些Layer 就是一些Sub的Module來做管理的動作 我們可以在裡面簡單的猜分出說 可能會有一個Web的這個Module 可能會有一個Application的這個Module 甚至是有一個Domain的Module 那根據你的情況 你可以再次再去細猜說 我需不需要有一個API的Module 像是我可能需要把我的Event structure 丟給其他的團隊去做使用 讓它可以有一個GAD檔的依賴 可以Input進來 那你可以拆分出一個API的Module出來 那你也可以針對你的Invest structure的部分 再去細猜說 我可能會再區分說 我可能需要有Data Store Event Store之類的 你可以再猜出來 那這個分成的好處是 你可以透過統一的一個Starter 把這些GAD檔可能就Input進來之後 你的Service就可以正常啟動 在開發跟維護的過程中 針對不同的地方 你就可以單獨的去做處理 像是我跟Web相關的地方 我就只需要在Web這一個Module裡面去做維護 我跟Domain相關的東西 我就可以只在Domain裡面去做維護 那剛剛我們看到的DDD的分層架構之後 那在書上裡面 Eric那本書裡面是四層的架構 就是有一個Invest structure這一層 然後再來是Domain Application還有User Interface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但是慢慢的呢 其實也有一些變化 變化像是有一個五層的架構 這五層架構裡面多出來的是Context這一層 在James這一個人 就是早期MVC是這一個人創造出來的 他在年輕的時候創造MVC 然後他老的時候創造一個叫做DCI這一個 那DCI裡面就是所謂的Data Context 跟Interactive這一個 那指的是在跟Domain這塊有關的 那在這第五層裡面呢 就五層結構裡面呢 我們是把DCI裡面的Context這一層 拉出來 那Context這一層主要出現的是什麼 出現的是場景的交換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我把角色抽離出來了 你可以想像成說今天像 以我來說好了 我可能在公司就是一個員工 我今天在這邊我就是一個講者 其實就是在不同的場景下 你的角色有變換 所以他把這個Context抽出來之後呢 就可以做到說 我今天我可以針對我不同的Application的情境 然後在Context裡面做角色的切換 那在我的Domain裡面做到不同的反應 這是五層架構 在六層架構裡面呢 是把Application做拆分 拆分成所謂的Schedule跟Transition這一塊 也就是說今天我會把可能跟我的調度 就是可能我今天我需要呼叫A方法 B方法 C方法 甚至是我今天要呼叫A Service B Service C Service 這種Schedule的東西我會拉出來做統一的管理 然後我會把跟Transition有關的 因為我們知道服務化之後 可能就會遇到說我的分布式的交易 我應該要怎麼卡密 那就會把Transition拉出來 所以在Application這一層 在六層裡面呢 他是做這樣一個拆分 所以我們就可以在這裡面去做 所謂的服務之間的順序性的調度的工作 會放在Schedule這一個 我什麼時候要做統一性的卡密 我們就會放在Transition這一個 那剛剛有說到Gap Object這個問題 在我們分了這麼多層之後 以傳統三層式來說 我們可能會在Schedule這一層 你會建一個所謂的DTO的物件 你可能會在Presentation這一層 你可能會建一個Vo的這種物件 然後再來是你會針對你的DTO層 你會建個Entity 那三層之間可能都會很像 那其實換到DDD的以後呢 其實你分的層數變更多了 那其實有時候我們在開發過程中就會想說 我從頭到尾我可能UI跟我的資料庫長得一樣 那我是不是我資料庫是什麼 我UI就開什麼 那我就乾脆用同一個下去寫就好 我可能在中間的處理一些邏輯 可能只是再多一兩個欄位出來 那我是不是再補到這裡面去就好 因為我就可以做統一的維護管理 那其實這樣子之後久而久之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你產生出了一個所謂的Galupage 它裡面就包三包涵了一大堆的欄位 以維護上來說 剛開始可能會覺得輕鬆 開發上輕鬆 因為我只需要在裡面做增加 在裡面去做選擇 但是對於你交接給一個新的人來說 他就要變成去理解說 裡面到底有多少個欄位 這些東西屬性到底要幹嘛用的 那這就開始產生一些問題 那再來是以分層架構上面來說的話 最好的方法還是把這些不同的層級裡面 所需要的屬性跟欄位切分開來 讓大家各自專精在自己的部分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說 在不同層級裡面做 自己應該要有的一些 Apple的一些內容 但是這邊就會有另外一個問題產生就是 我有時候會去做一些 我的欄位的複製 就是我要做轉換的問題 那這時候可以推薦給大家幾個工具 下面這張圖是一些工具的一些效能的比較 早期有可能大家都比較習慣使用的 像是Apache的Bing Utils這一塊 那它不是不好 它是在Runtime的時候 又透過Refreshion的方法去做Property的Mapping 那它的效能其實沒到那麼好 那以現在來說的話 我們會推薦使用Map Structure這類的工具 它是屬於Compiler Type的 有時候你在寫程式的過程中 它就已經在Compiler的時間點 幫你把這些欄位用程式碼直接就寫好了 所以在Runtime的時候你就不會感覺到效能是被拉慢的 所以當你的層級多 需要複製的資料 就是轉換的結構多的時候 我們會推薦的是用Compiler的時間去處理的 像是Map Structure這一類的東西 再來是管理Apache的一些生命週期的部分 其實是很麻煩的 包含了這些轉換的一些封裝 我們可以透過像Design Pattern裡面的 跟建立這個物件有關的一些Pattern來做處理 像是Factory 在這裡面去做管理 你就可以封裝說 我今天這個轉換的過程是什麼 就可以做到統一的維護 那進而就可以避免說 有這一類的Gap App Store 一直不斷被產生出來的問題 那再來是以微服務或DDD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還會遇到的是資料相關的一些問題 那在DDD裡面或者是微服務裡面 可能各位常常會看到的一些是說 我們的最好美國的服務要用自己的一個Data Base 或者是他自己的單獨的table 其實原因很簡單 在我DDD分析完之後 我的Bundi的Context其實就已經固定住了 在我固定的場景這個情境下面 其實我需要處理的資料其實就是有限就是這麼多 所以你會看到有每一個service 只有兩到三張table 這是其實還蠻常見 也很合理的 那再來是如果你今天的這個 假設你今天開了一個table 是兩個service一起去做共用 那你會發現一個事情就是 我今天如果我的剛好處理的時間 剛好有前後的落差 我可能A service 是在insert可能前半段的欄位的時候 我B service 要update後半段的欄位 這時候你可能會發現一些失敗的場景 所以這也是我們另外一個 我們不希望他去共用這些table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另外一個是 當你今天幫你的context固定住之後 我們會希望的是你這裡面的table數量是越少越好 而且應該是說適當就好 而不是說把所有的東西都一起放進來 那一個原因一點是 今天我這個context固定住之後 其實我的database 相關的一些performance需要做調整 每一個table其實都會有自己的一些 temp space的空間 不同服務有自己不同服務的一些要求 那在這邊如果你可以把它固定住 像是最小化 那你也比較容易做效能的一些tuning 再來是我們可能要考慮到的是 這些資料或者是你的服務 是屬於有狀態的還是無狀態的 有些微服務它其實是可以 處於在完全無狀態的一個情況下 也就是說我今天可以完全不用到 一顆database在裡面 所以這時候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去處理 像是我全部in memory 我隨著我這個服務死掉 重開以後還是可以繼續做運作 但是如果我今天的服務是需要有狀態的 那你可能就要考慮到 你今天的服務的一些情境 可能需要用到database 它可能需要用到是catch 它有可能是只需要用一個file 就可以去做管理 再來是我們可能要考慮的是 資料可用性的部分 在微服務裡面呢 你會遇到的就是transaction的問題 那這個transaction呢 你就會導致說 你今天的資料到底是不是一致的 最後是不是可用的 那這就是我們要評估的一個點 以這個圖來看 我們會發現說 現在每個微服務 都有自己的單獨的一個database 那在這裡面呢 每個database 如果假設互相之間有影響 像是我的第一個service 跟我第二個service 資料面上面是有一些依賴的關係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透過 像是用message queue的方法 來去做同步的動作 那在這裡面呢 有時候你也會遇到一些 跟那個資料處理有關的 所以我們也有一些其他的pattern 像是cqrs 或者是event搜寫 兩個要處理的內容不太一樣 cqrs主要是要處理的事情是 我可不可以把我今天要做 insert、update跟delete 還有我的query的部分拆掉 有時候我們會發現說 我有大量的查詢 這個大量的查詢 會導致說 我原本的database裡面的效能 就開始變慢了 所以透過cqrs 你可以把效能的問題拆分出來 所以你就會看到說 我會在application層裡面 做一個所謂的command model 還有一個query的model 今天如果是下command的 我就會走command的部分 走到master這個database 如果我今天是query的部分 我會走到query的model 從我的slave裡面 甚至是我的memory cache裡面 拿到我query要的結果 那event搜寫的部分呢 是對於command的部分做一個改進 有時候我今天會把我今天下的command 順便存一條event出來 到時候我就可以記錄說 所有我今天下command的所有的時間點 那在這個event搜寫裡面呢 我也會把我今天更新的內容 同步出去到所謂的memory model 那邊所用的一個database 或datastore的部分 在這裡面去建立所謂的query field的內容 讓query的結果可以直接從這邊做查詢 這是兩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剛剛有說到其實在資料面的問題 我們會遇到一些嘛 一致性的問題呢就是其中一個 今天我可能從bservice裡面 我去新增了一個資料 到它的database裡面去 這時候我可能aservice裡面 可能也會有一些邏輯要處理 這時候我們可以透過event的方式 發送一個event到messagebroker裡面 那service a呢就可以針對這個topic 去收到這個event之後 去做它的處理 處理完之後呢 再發一個event到messagebroker 通知說我的service b說 我這邊也處理完了 所以你那邊也可以做卡密 當今天如果service a處理失敗 那這時候也是發一個message出來 告訴我的service b說 你今天可以做rollback 但是這邊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假設今天service a 在處理資料的時候 或處理它的邏輯的時候 發生了問題 像是我的service直接就掛掉了 所以我event發不出去 那這時候我的service b 就沒辦法rollback了 所以這時候我們可以做一些改進 我們可以在我的service a的database裡面 增加一個table 專門去記錄所謂的event log這件事情 所以這時候我在原本service a 我會處理一些邏輯 我可能會新增一筆資料到table去 這時候我也順便把我的event 存到我的table去 那再來我會再加一個event publish 這一個東西 這邊走的是一個CDC的pattern 那這一個event publish會一直去query說 目前的event log裡面有什麼內容 把最新的拉出來以後 往meshbroker去做發送的動作 所以今天如果假設 A處理到失敗了 這時候我後續我的event publish 還是可以持續的去拉去 目前有沒有新的log出來 那一樣可以發送出去 所以這時候我的bservice 他就可以去做到 所謂的原子性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可以知道說 現在aservice的狀況是什麼 所以我要rollback還是我要做卡密的動作 那再來另外一個是跟 微域永乖的部分 我們知道現在可能service很多 那在這裡面我可能今天有一個request 進來之後 我可能會走到aService裡面去 然後再走到cService 再走到dd裡面去 那我們會說 不同的service裡面 都會產生出一些log 那我今天針對一些線上的一些問題 我需要做一些故障的排除的時候怎麼辦 我總不能到每一個服務裡面 自己一個一個下指令看log吧 所以我們會想說 那就把log統一化 所以就是第二個 集中把log做管理的動作 可是當你把log集中管理之後 你就會發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log上面裡面並沒有一些關聯 所以讓你 你也沒辦法知道說 今天這個request到底對應到的是哪個log 所以這時候其實你就可以把traceID加進來 那現在有一個標準 就是open tracing的部分 加進來之後呢 其實每一個log 你就會多一個traceID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在你的log manager裡面 透過traceID去找到 今天我所對應到的所有服務的一些流程是什麼 以及相關的一些事件的產生點 那再來是 我今天可能我會針對我的服務去做一些程式碼的調整啊 或修改 那這時候我可能會影響到的可能是不只一個service 所以我們可能就要開始建立我們自己的devup的機制 像是我要怎麼去處理 統一的一些測試的流程 像是我可能今天要測試這個場景 我同時會需要用到A service跟B service 我有沒有辦法自動化 因為服務變多 我可能要投入的人力就變多 再來是 我有沒有辦法可以做到統一的部署方法 像是哪一個先上程式哪個後上 這部分呢就會在devupus裡面去做提及 好 最後這一部分呢 我們會講一下重構的部分 現在我們可能都是單體的系統居多 那在單體裡面呢 我們還是會看到是這樣的三層式的架構嘛 那裡面你可能會針對功能點已經切到好好的 我們希望把它變成像右邊這張圖一樣 為服務化 每一個service都可以處理到他自己想要的那一塊功能 那這裡面呢 你可能會遇到幾個 第一個是 如果你今天你的這一個老的系統啊 裡面本來就模組化 模組得好好的 那這時候對於你來說 你可能是相對於輕鬆 因為你只要把每一個模組的部分 整理好 然後拉出來變成一個獨立的service 其實你就可以完成這件事情了 但是有另外一種情況就是 你可能你的service裡面 其實沒到那麼的清楚 它可能還是混雜在一起 那這時候我們會建議是 透過你分析完以後 建立好的這個新服務 也就是說右邊這一塊 然後呢 去改動你 左邊這一個 原本你的老系統的部分 在你的老系統裡面呢 加個衣服 大大的衣服 把原本的程式碼放在else 增加一個control的flag 在control flag的目的是 為了控制流量 人工控制 也就是說今天我可以自己決定說 什麼樣的情況我要走到我的新的服務裡 就是我的micro service裡面 什麼情況我要走原本的 所以這時候你就可以透過 可能是工程的手段 工程師的手段去做 所謂的流量控制 來測試說 我今天這邊會不會出問題 那另外一個是 假設在我的interface不變的情況下 有時候我的UI不變 我只是想要把我的老系統 從舊的換成我新的架構設計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增加一個lauter 前面這個lauter做所謂的流量控制 有時候我可以今天設定說 95%的流量 可能還是走到原本我的老系統裡面去 5%的流量走到我的新的系統裡面去 做這樣子比較上層high level的一個控制 再來另外一個是 有些系統你可能會發現說 它是完全改不動 像是你的舊系統可能是Cobo寫的 AS400這一類的 那它有自己原本老舊的它的interface 也有它自己老舊的系統 完全改不動 這時候我們只能想辦法說 慢慢的讓使用者不再去使用這套系統 那這時候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建立右邊這一塊 我的新的service出來之後 我把我原本的舊系統 先當作一顆database來使用 比如說我新的系統 進來以後呢 我可能會寫一些資料到我的舊系統裡面去 去做驗證的部分 甚至是拉資料回來做查詢 再來是 我還是阻止不了我原本舊系統的一些使用者 操作情境嘛 所以呢 操作完之後呢 我可能還是要定時 要把一些資料 sync回來到我的新系統裡面去 所以呢 然後這個是另外一種重構的方法 這個就是一個另外一種重構的方法 以上這幾個重構的方式 可能都是目前比較常見 而且比較容易發生的 那最後的部分呢 做個總結 今天我們在做ddd的時候 然後目標的對象 不一定是bancor service 這樣的一個結構 你有可能還是做 你原本老舊的一個系統的那種方案 只是在裡面的層次 分層是走ddd的方法 那ddd的好處呢 是可以幫助你 把你的context 就是你的領域的部分 清楚的切分出來 讓你目前的系統不會 很多的邏輯 或者功能是揉在一起的 那我們通常會使用的方法是 先從第一個 從use case開始 在use case呢 我們會把它轉換成 所謂的user story mapping裡面 把裡面每個使用者 他所需要的階段 還有裡面的所有的一些事件 還有他的use case場景 列出來 列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做第二步 做我們的event storming 找出所謂的我們的context 我們的domain 還有我們的bundi的context 還有我們裡面的一些 domain event的內容 再來是把這些內容 轉換成我們實際上 我們要寫出來的詞次碼 跟我們的架構 domain event呢 其實就很適合用在 我們服務跟服務之間 結合溝通用的message這一塊 我的context的部分呢 就可以落在我的服務的邊界這一塊 我裡面的每一個domain 都可以是在我服務裡面要處理的邏輯的內容 原本我整理出來的use case呢 全部都可以落在我的 微服務裡面的application這一層 所以到這邊呢 其實你就可以完成你要的服務的設計 可以跟你的程式碼的開發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User story mapping這一部分呢 通常我們會列出來的是 今天有哪一些 像是我今天使用者可能想要做的是 點餐的服務好了 那我們就會開始切 點餐裡面可能會分成哪幾個階段 像是我的客人可能要安排一個座位 然後再來是我的可能要開始下order 同志廚房的部分 再來是最後做一個結帳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切分出這幾個階段 在這裡面的每個階段裡面 會有一個相對應的use case 像是我客人要一個座位嘛 所以這時候我就會去 有個case可能是說要帶客人入座 甚至要規劃說客人要坐在哪一個方桌子 坐在哪個位置 再來是在點餐的部分 可能就是要有 像是我今天要給客人下點餐的時間 要停多久 我點完餐之後 我要通知哪些人 像是我的廚師 我的廚房 再來是客人吃完以後 我可能要做一個所謂的結帳買單的動作 所以每一個都有他自己的use case 那當然你看喔 剛剛我說我們第一個階段 是先帶客人入座嘛 這時候在我的impact mapping裡面呢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客人要入座 我會影響到誰 我現在的座位到底夠不夠嘛 對座位來說夠不夠 所以影響到像是可能是 管理這間餐廳的經理 他就要知道說 我現場的座位數 或者是我的桌子擺放 到底是不是符合的 那再來是 如果客人今天要點餐了 那我今天廚房是否忙得過來 所以你在impact mapping裡面 你就會看到說 今天我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會影響到哪些人 哪些角色 這時候你就會知道說 我在做effects domain的時候 我可能就要把這些情境考慮進來 我就沒辦法說 我今天一個事件出去的時候 我就單純看這件事情 有時候你就會把你的 原本針對很單一一件事情 像是我可能針對資料庫去想一件事情 或者是針對我目前的業務 組織架過去想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跳透出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 所以這時候你的影響面 跟你的範圍就會切得比較清楚一些 我會想問一下 就是在切這些動面的時候 那時候做的話 有沒有遇到一些anti-pattern 或是一些 就是當時有遇到一些問題的狀況 其實很多 其實很多 像剛剛我們有提到的一個 像是God Upject這個東西 其實就算是一個 因為 當我們分層分出來之後 大部分就是以現在的工程師 不管他是老的還是新的 一開始他一定會先說 UI開了哪些欄位 所以我先開這樣子這麼多的欄位 再來是這些欄位 所以基本上UI有 資料庫就一定要有 所以我資料庫也開一樣的欄位 所以這時候我就完成一件事情了 再來是 假設我裡面有一些計算的功能好了 對於計算過程中來說 我的演算法來說 我可能只是在多增加兩三個欄位 其實就可以滿足了 這時候工程師就會想一件事情 我要開新的 還是我要在原本裡面加 那開新的他就會想說 我這樣開會不會越來越多個 那最後就會想說 那我就放在原本的裡面就好了 那這時候就會發生 我造出了一個 這個東西出來 其實這是一個 因為對於其他的人來說 假設我今天只負責 這層來看的話 我就會發現說 我有太多不太需要的東西跑出來了 這些多餘的欄位 或者是多餘的轉換過程 有時候我debug 我還要針對那個去抵 甚至是我有些欄位 我的名字可能很類似 或者是說我直接就共用那個欄位 所以你debug有時候就卡住 抵不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人 這是還蠻常見的 另外一個是可能針對像 環境溝通這一塊 我可能有一些外部系統 需要去做溝通 那我有可能會直接把它揉在一起 什麼意思 有時候我可能不知道 我應該怎麼切 或者是說我需不需要開interface 因為你會覺得說 我針對每件事情 開個interface好麻煩 沒必要多那一層 所以我可能就會把像是 我今天要輸出一個檔案 我就把它不知不覺的 就把它寫到application裡面去 那到最後你就會發現說 今天使用者跟你說 你原本有一個ecel輸出 我想再加一個word的輸出 那這時候你就要去把你的application去改一改 可是你改了application以後 你就會發現這跟原本的你的使用 並不一定配合 它不一定是屬於這件事情 所以這也是一種anti-pattern 再來另外一個可能就是像 你今天切了一堆服務之後 尤其是那種可能針對老系統去做升級 你想要把它為服務化 可能在老系統裡面 有很多那種代碼設定的那種table 就都只有那種call name 這種table的 那可能對應到你的UI 也都是這種call name的一個crud的操作 你會很下意識的就是說 我就直接這樣子單一一個一個切出來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說 切出來以後 第一個 這些service的服務量其實不多 流量其實不多 再來是你的maintain開始變複雜 因為原本我可 如果假設照滴滴滴的切法 你可能只需要切出五個service就夠了 但是如果你是照著原本的資料庫的一些規劃 或者是現有的一些邏輯去規劃 去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我可能切出來是五百個出來 那其中有四百個可能都是沒有必要出現 那時候你的維護上就很麻煩 你的發布的方法 你同時要測試的內容突然就變很多了 再來是切出這麼多service 其實沒有所謂的好不好 但是很容易反映在你的networking這一塊 服務越多 你要流金的service越多 你的latency就越高 這就是另外一塊要考慮的 這有時候會是一個nt pattern 所以我們也要適時的去考慮說 什麼時候你應該要把它合併在一起 另外一個常見的nt pattern是 你有時候會發現說 我今天要做我的那個translation這一塊 那你會發現 我今天我拆了服務之後 發現我居然沒辦法做到translation這件事情 我交易已經不一致了 那你就想要把它合起來好了 一合你就會發現 你的那個bundee的context 就亂掉了 這很容易發生 所以在這邊呢 還是要提醒大家 在translation 應該說 微服務這裡面的translation 其實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 通常我們可以用2PC的方法 就是to face commit 這是一種 但是它的那個效能其實不太好 然後另外一個 你可能可以用TCC的方法 就是try、confirm跟cancel 來去做嘗試要卡閉的這件事情 這是一個方法 再來是你可以透過所謂的event的方式 來去做一致性 就像剛剛那張圖一樣 你可以透過增加一個event log 甚至是那個event store的部分 做event收集 來去做同步的處理 這些會稍微好一些 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